这是108课纲校定必修课程的教具,在2019年时开发完成 组装起来的显微镜有点像是氏菌体,可以称为氏菌体型显微镜 组装的过程可以先从光圈的组合开始 先将偏光片放入上下光圈中 再分别用鸦片来压住偏光片 再将上下光圈叠合起来 这样光圈就组合好了 可以试着转动光圈来观察亮度调节效果 除了亮度的改变之外,偏光片对光线所产生的偏光效果可能也会影响到显微观察 接着,准备三脚架与套环 我们放大观察脚架中间的构造 水平方向的突出物是为了要与光圈衔接在一起 垂直方向的突出物是为了要与载物台套接在一起 其上面的小孔是用来插入拨片夹 将脚架装入套环中专用的位置 准备光圈,将光圈接上三脚架 注意脚架与光圈连结的地方 脚架的水平突起需要插入下光圈外壁上对应的小孔中 将载物台套在脚架的垂直突起上 如此,光圈与载物台便安装完成 将拨片夹插入脚架垂直突起中的小孔 拨片夹也安装完成了 另一方面,开始组装镜头与镜筒 先将目镜装在目镜筒上,以及将物镜装在物镜筒上 接着,将目镜筒与物镜筒组合起来,成为长度符合标准的镜筒 再将镜筒装入镜筒套中 在观察的过程中如要使用其他物镜,可将镜筒自镜筒套中抽拔出来 卸下原有物镜再装上其他物镜 准备好显微镜的这两个部分,然后将镜筒套顺着螺纹转入套环之中 这样,第一代3D列印显微镜,视菌体型显微镜,就被组装完成了 因为转动镜筒套可以控制整个镜筒位置的升降 所以我们便是使用这个方法来充当粗细调节轮调整焦距 在载物台上放上波片标本,单子叶植物金的横切 以手机的手电筒来充当显微镜的光源 手机摆放的位置一开始是将手机的手电筒大致移到载物台透光圆孔中心的正下方 在最低倍之下,先来微调光源的位置 首先,先转动光圈,将亮度调到最暗以避免光源太亮伤害眼睛 接着,透过显微观察,将光源的位置移动到视野的正中央 然后,在转动光圈时显微视野中的亮度适当 接着下一个步骤便是调整焦距了 我们以转动镜筒套的方式来完成 来看看3D列印显微镜的显微观察效果怎么样 这是40倍的影像 在倍率较低的情况之下,显微视野中有亮度的区域,其形状会受手机手电筒的光源面积所影响 当要变更观察倍率时,将镜筒从镜筒套中抽拔出来,换装物镜,再将镜筒装回镜筒套中即可 因为,现在的物镜大多是做成共焦点的,所以,彼此之间焦距的位置都差不多 变换倍率之后只需要些微转动镜筒套,就可以微调焦距了 这是100倍的影像 这是400倍的影像 确实是由我们的视菌体型3D列印显微镜所观察到的结果 是4D列印显微镜所观察到的结果